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政府和人民想的却不同 有人觉得不公平 但南韩政府却认为非常重要 因为南韩三星集团实职的掌门人李在荣 在这个星期8月13号获得提前假释出狱 政府官方表示这是因为考量COVID-19 2019年新冠病毒疾病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所做的决定 不过却遭到了国内批评政府维护犯罪财罚的骂声 李在荣的出狱后的动向为何 三星的商业帝国威力究竟有多强大 让南韩官方愿意下此政治赌注 提前释放李在荣 李在荣获得了提早假释 为何连韩国总统文在荣也希望国民能理解 因为对于韩国政府来说 从政治面经济面到疫苗生计产业半导体产业 可能都得靠李在荣出狱后来评了 李在荣先前因为行贿和挪用公款等罪名 被判刑了两年半 他在完成了六年的刑期之后恢复自由声 根据南韩媒体的报导 李在荣在出狱之后即刻前往三星总部 并在那里听取了三星电子副会长 经济男的简报 以及和三星其他附属企业会长们会面 南韩过去就曾经提早释放 对国家经济有贡献的犯罪裁罚 53岁的李在荣是最新的一例 尽管受到社运人士的批评 南韩的官方依旧以经济考量为由 捍卫这项决定 在李在荣被释放的当天 领导进步派的政府 过去把改革南韩受财阀垄断和控制的 经济结构列为施政要点的总统文在寅 也请求全民谅解 表示这项决定是考量全国利益后 所做出的决定 虽然南韩的产业界 希望李在荣在获释之后 重新掌舵三星集团 扮演火车头的角色 带领南韩的产业界发展 但李在荣或是正值全球记忆体产业 遭遇寒流 三星近期的股价又是屡屡下挫 因为记忆体产业是三星集团 最主要的获利来源 面对逆风 加上三星集团未来的挑战 李在荣能不能持续带领三星稳健前行 真的真的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难关 李在荣假设非特赦 短时间是无法回三星上班的 和出国视察业务 但毕竟李在荣为三星的掌舵者 加上三星集团的总市值 是南韩所有企业总市值的30% 营业税占全国20% 南韩政府释出了许多的善意 李在荣在获释之后呢 遇尽三星 应该能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任务 但就是这些期待 给李在荣更大的压力 因为他必须向南韩的政府 甚至是南韩的民众证明 南韩政府出于经济考量的假释 是正确的决定 李在荣必须证明假释 对南韩经济有所帮助 必须靠李在荣解决的问题 至少就有四个 都影响了南韩国家 及企业竞争力的发展 那么拼经济不能没有三星帝国 李在荣获释后的下一步 究竟是什么 首先当然就是要力拼 超越台湾的台积电 美国新的晶片厂的计划是关键 综合外媒的报道 在李在荣的领导下 对三星扩张商业帝国的版图 不可或缺 其中更牵涉到 三星是否有机会 称霸全球半导体代工的产业 三星先前因为李在荣的缺席 群容无手之下 多项投资计划都被搁置了 李在荣获释之后 业界人士首先最关注的 就是三星美国的半导体厂投资 这也被认为是三星企图要超越我们台湾 咱们护国神山台积电重要的投资计划 这对韩国政府来说多重要 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三星就是想要力拼在2030年前 登上全球第一晶片代工厂的宝座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敲定三星电子 在美国17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 完成第二家晶片厂的设厂 因为业界的人士警告 如果三星错过了这及时投资的机会 将没有机会再追上台湾的台积电 控制全球五成晶片供应量的台积电 因为已经宣布在四月份的时候 将在未来三年投入1000亿美元 在美国新建六家的晶片代工厂 根据三星经理阶层和业界观察人士 三星可能受益于李在荣个人的商业网络 由他领导三星在全球科技业的竞争激烈中 拿下晶片代工业的王位 以及应对美国近来积极推动的 全球供应链重组 李在荣贝市也有望加速三星能源材料公司 也就是三星的SDI 在美国设立第一家电池工厂的计划 在李在荣贝市的这一天 美国的参议院德宾就表示 稍早和南韩代表会谈时就讨论到 要提及引进三星主要的电池设施的议题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面对现在韩国 Delta变种病毒在韩国的疫情升温 李在荣的人脉非常的广大 吹升疫苗真的也得扣三星 为什么这么说呢 之前水晶有腻就提到啦 不只韩国的LG投入了生技产业制作疫苗 三星跨足生技产业也是早就在布局 非常非常久远的计划了 加上庞大商业帝国的影响力 对目前疫苗短缺的南韩 更是警价警价非常的重要 南韩时报就报导啦 总统文在宇所说的 根据国家利益所做出的决定 可以被解读做事期待李在荣再次扮演 疫苗大使的角色 加速对南韩国内疫苗短缺供应的问题 因为南韩政府去年在采购疫苗的时候 一开始苦于没有和美国药厂 辉瑞公司高层直接沟通的管道 后来是李在荣在去年的12月的时候 亲自联络和他有交情的 辉瑞公司独立董事那拉洋 进而成功为南韩政府牵线 而三星生计最近更与美国疫苗厂莫德纳 达成了代工的协议 将在8月底起 在韩国国内生产莫德纳的COVID-19的疫苗 南韩政府对李在荣的期待是 三星生计的生产的莫德纳疫苗 可以供应给国内 而根据报导 南韩政府向莫德纳直接购买了 40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但交货是不断不断的延期 目前只到获了6% 专家指出南韩政府认为 李在荣可以再度展现他的谈判能力 直接向莫德纳公司 争取加速为南韩供应疫苗 以及在莫德纳调涨欧洲售价之际 为南韩谈判到更好的供应价格 整体来说 南韩三星的四大关键难关 现在等着李在荣获释后进一步要来解决的 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莫德纳疫苗采购 李在荣获释首要的任务 就是要确保莫德纳疫苗 在南韩稳定的供应 因为三星生物制药公司是合作制造商 美国生物技术莫德纳疫苗原定 这个月装传出货 但有许多的原因导致出货延后 使得南韩的疫苗供应不足 我刚刚有提到了 而三星的生物制药是三星集团的制药子公司 从2021年第三季开始 南韩工厂就要生产莫德纳疫苗了 越来越多的南韩政界人士 要求李在荣发挥影响力 确保国内生产疫苗够分发给国民 因为有南韩的国会议员表示 政府无法应付跨国制药公司 单方面控制疫苗的供应 这对南韩的国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沮丧 李在荣可在疫苗供应不足的问题发挥作用 为南韩生产莫德纳疫苗在南韩使用 南韩政府有必要与三星生物制药公司积极的协商 第二个关键的难关就是重要的投资决定 必须是由李在荣来决定 随着李在荣的假设呢 三星也加快投资脚步 并确定未来的战略 使后疫情时代更具更持续性 虽然三星的记忆体一直保持领先的地位 但是许多投资者更需要公司提供完整的规划 以证明市场竞争的优势 在李在荣入狱的期间 三星电子对209兆寒还 大约1819亿美元 创纪录持有现金的态度保守 三星急需就美国半导体制造投资计划下决策 并且透过收购人工智慧5G 甚至是汽车电子等领域提高三星的竞争力 而三星的电动车电池生产部门 刚刚水晶欧你也提到了 也面临了对手在美国建立工厂 并且与美国汽车的制造商 合作持续公益长期的客户 三星是否投资美国重大的决定期间 都必须由李在荣来下指导期 再来啦 就是大家都知道 提到三星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就是智慧型手机 智慧型手机可也是李在荣出狱后 要面临的挑战 原本是全世界最大智慧型手机的三星 智慧型手机业务也面临了危机了 怎么说呢 即便智慧型手机的业务 在三星集团的获利是最高的比例 虽然市场非常成熟 但随着中国厂商不断的加力猛力 对三星品牌发起强势的挑战 三星手机业务的不确定性节节升高 而三星解决的策略是以最近大家都看到了 折叠手机为中心 并且普及高阶智慧型手机都降价 这从三星最新的折叠手机低价策略 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目前其实看不清楚是否有助于三星吸引 更多折叠手机的用户 还是冲击获利的表现 因为像是小米等中国大陆的手机品牌企业 强劲的表现 已经威胁到三星智慧型手机出货量第一名的表现 小米今年6月 全球智慧型手机的销量已经超过了三星 而其他中国企业也在抢市战 苹果在全球智慧型手机市战率能维持第二 并且拥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 三星夹在苹果和中国大陆厂商之间 中国厂商更以低价格提供高阶智慧型手机 冲击三星的市战率 再来整理一下半导体晶圆代购业务招夹机 刚刚有提到啦 半导体晶圆代购业务方面 三星面临追赶台湾的台积电 还要摆脱英特尔压力的困境哦 到2024年前台积电刚刚我说到啦 预计投资1280亿美元 而英特尔的新任执行长接任之后呢 也将在五月公布投资200亿美元的计划 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立两家晶圆厂 并重回晶圆代工市场 预计有百家的客户进行合作讨论 而面对竞争对手的布局 这也将会是一场很大的硬仗 甚至美国政府的半导体制造补助经费的争取 三星目前也是居于下风 到目前为止 李在龙被视为三星的竞争力 因为专业经理人仅关注短期的业绩成长 而相对的上层的管理者关注长期竞争力 使李在龙在这类上层管理者的决策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从司法阵营来看 其实李在龙不是南韩首位处罚 却遭到宽大对待的南韩商业拒破 事实上他的父亲李健熙就曾获得两次南韩总统的特赦 最后李健熙戴罪立功成功帮南韩申办到2018年的冬季奥运 这次儿子李在龙能否向他的父亲戴罪立功 带领掌舵三星商业帝国的威力 将南韩的后疫情时代的经济救起来 这也不枉南韩官方愿意下此政治赌注 提前释放李在龙 连南韩总统文在义也希望国民能多多理解 因为对于目前韩国政府从政治面经济面 到生产疫苗生计产业半导体产业 甚至三星自己的手机产业 都得靠李在龙出狱之后 用力大刀拓斧为南韩的经济全民产业拼了 在每一节最后我们都会教大家一句简单的韩语 今天的轻松学韩语时间呢 就要教大家韩国的财阀怎么念 韩国的财阀就念 是不是跟这个中文好像有一点点像呢 好啦 这集水晶有一点韩流通 内容还喜欢吗 可能有一点点硬啦 不过这是韩国的最新时事 建议锁定好好听FM水晶的节目哦 安妞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